海南省疫情未见缓解却杠上另一个省份 当地官方致函江苏省政府要求开放航班接收滞留旅客 并称如果江苏省不作为将报告中共国务院等 此事件再次引起舆论对海南官方嘲讽 有声音认为这是海南省政府威胁另一个省政府 根据十多位出口经理人的访调结果 包括圣诞装饰品、服装和帐篷等制造商透露 中国厂商收到的海外客户订单正趋于枯竭 部分员是预测 现在能达到的最佳目标是与去年的需求持平 外媒指出中共对疫情心灵政策让中国经济面临不确定性 以打压消费者情绪并对制造业造成严重破坏 柬埔寨黑市立头目蛇志江近日在泰国被捕后 其掌控的KK园区被媒体曝光 除了贩毒、诈骗甚至还摘原体器官谋取暴力 所以之江曾在一带一路免害边境新建巨型赌城 但在东南亚的黑市业迅猛发展的时期 下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 掌控公安及政法系统之际 而王小红入主公安部不久蛇及落网 有媒体暗示 此事可能是习派扫荡孟势力的行动之一 近日大纪元曝光中共耗费巨资建立的数字维稳系统 连接血量工程、广格化社会治理智能平台、大数据分析等 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细管 对民众进行严厉的监控管制 深冬淋淋的电子维稳系统被曝光后 当地大力推动此项目的官员落马 防滑政法系的王行军、王行华兄弟以及两任市长 都被指与该项目有关 新航亚开电视整理报道